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除了要延续一下 就是到底今天涨了614点 叫做短线反弹指跌 还是继续反攻的号角 这个就要从很多的面向来讨论了 所以我这边话不多说 就把棒子交给接下来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国泰正旗的蔡明翰明翰经理 明翰经理之前常常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要找强者很强的 但是这一段会来关心一下 台股有一些跌身的族群 例如像PCB里面有人跌得蛮重的 难道就没有机会吗 有些AI股题材还在 跌重难道就没有机会吗 好明翰经理会从哪边来检讨呢 就是从陆续要公布的美股财报 其实这是接下来在基本面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讯号 所以等一下听听看明翰经理的讲解 到底哪一些重量级财报跟台股 会有绝对性的影响 让一些跌身的股票是有机会做反弹的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报价天王幸福哥 幸福哥今天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要看到融资水位降下来了 之前呢怎么跌融资都打死不退 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现象 但幸福哥说现在融资降下来 就可以安心选好股票 尤其是基本面棒的 谁基本面棒 最近银剑股常常涨到什么呢 被迫自洁 昨天海月自洁 结果整个上半年赚了12块多 所以等一下会在银剑股里面帮大家看 谁是下半年入账的当红炸子机 还有重店族群 昨天跌今天涨到底接下来的在手订单 怎么看呢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股科大夫 龙一生Eason Eason在这个当口 当然是要帮大家做见诊的咯 好今天涨了614点 可是Eason要从筹码面来帮大家看一下 并不是跌升的都叫便宜 也不是强势的都不会补跌 关键就在大户筹码 现在留在哪些股票里面 已经减了哪些股票 刚刚讲到虽然融资有退 可是有些股票散户减的太快了 好Eason等一下帮你分成两边 告诉你这一波的反弹 你要优先看哪一类型大户减的好股票 好首先有请民汉经理 F4今天是回神的 重点在谐音梗又来了 强台来袭了 如果明天没有开盘的话 大家可以好好回味这一集 因为等开盘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做了 这边的话先帮我们讲一下 美股的财报 还有另外PCB跟散日 我们要关心一下 不能只讲创新高的吗 是对 我们先讲到这个目前 全球股市盘势的一个状况 市场在关注 因为毕竟这个拜登 确定退选之后 那当时他有提到说 希望能够支持贺锦丽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个8月之后才可以确定正式人选 这只是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当然说比较好就是贺锦丽 相关的业者相对比较关系密切 那这块来讲 当然对于这些所谓大型科技类股 包含台积电的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相对有利的 那之前呢 大家都把这个台股凶手 把它当作川普 因为他当时讲到这个保护费 对保护费的论点 加上讲到半导体的一个部分 导致台股开始出现大跌 就是从他开口 只是说今天这个霸王中刊就有提到 他讲到事件是凸显这个台积电重要 他说川普应该要仔细研究 再放出这样的言论 他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他的保护费言论 就让这个一天就让这个股市市值 蒸发七千亿美元 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台积电 因为当天是所有的这个科技股 对半导体族群都中错 那另外他只想讲台积电先进制程 全球九十二趴 简单来讲八个percent就是这个 Samson的 其他几乎都是台积电 所以理论上这个 这个就是我上次在节目提到 我一直觉得他讲的论点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执行 因为九十二趴是台积电供应 那如果你对他克税 最后也是转嫁给客户 对转嫁给客户 最后受害的又是这些 所谓的美股的科技类股 他只讲到相关的这些 所谓晶片费用三分之一 都都到台积电的手上 这个趋势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只是另外一个 昨天晚上挥达的部分 有比较明显的大涨转强 那再讲到 对中国又要再开发新的 这个AI晶片 那台股的这些族群 就有机会受惠 所以简单来讲 美国科技类股止跌灰深 台股全职股 也就是刚刚提到F4 自然就会出现转强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现象 因为短线跌深 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美股这次最大的跌势 就是在背板 那其实我常常 我自己 我对于在下跌 我会很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所谓的蓝色线 就是获利的预估值 到底有没有出现反转 我举一个例 就是说 如果今天快速下跌情况下 发生这样的现象 我就会警觉心会明显拉升 我会考虑要不要做退场 但是在这一次 你可以看到重挫时间点 其实获利股值都在往上走 对所以其实简单来讲 这个我就简单来讲 这是技术面的修正 基本面没有变化 对基本面没有变化 那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这是过往 这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均值走势 但是这个蓝色线 是今年的走势 你就知道 今年大致上是过往平均值 大概三倍的涨幅 所以唯一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涨多 我一直觉得涨多 就是最大的这个压力所在 所以我觉得技术面修正 其实不用过度紧张 那台这个美股 尤其是半导体族群重挫 自然会影响到台股 所以我觉得基本面来讲 没有太大改变 所以目前来讲 短线先行跌升反弹 那后续来讲 靠的就是美股财报 能够又一起持续往上拉升 中线来讲 我要跟大家提到 过往八九月的股市 表现相对就会比较弱一些些 后续可能要观察 因为概念应该说 台股就是七月上 八月平 九月会有回档 过往大致上 其实去年好像也是 对 类似这样概念 所以我觉得 加上说 今年又有美国大选的选举影响 所以我觉得第三季 不排除说 还有再震荡的机会 所以短线先反弹 也许还是会有 这个刚刚提到 八九月的震荡 但是长线还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第三季 有比较明显的拉回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 最后一次的上车机会 好 等于现在是技术性的修正 可是不要忽略 我们的八九月 加上美国大选的变数 是是是 应该说 所以应该这样讲 如果我刚刚提到 短线可以先抢反弹 中线一定要手上有资金 因为如果你没有资金 买满的八九月往上 往下回 你压力会很沉重 好 这个是机会 对对对 刚刚讲这个 而且八九月如果拉回 然后后续我们会帮大家 持续做关注 只要这个获利预估值 不要有压回 就要告诉大家 你就要持续往下加 这大致上概念 所以刚刚提到 这一次来讲 包含加权指数 包含非半指数 都是来到摸到 很靠近季线 就获得支撑 目前看起来是有 这个所谓的短线 刚刚提到跌升反弹 但是跌升反弹 我们刚刚提到 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其实实在美股的这个财报 简单我们可以从这张图 就可以觉得到底哪一些容易 幼预期跟不如预期 包含台积电 我们之前法说会前 就来跟大家提到 大家在法说会前 都是强力看好 导致获利预估值上修 这条蓝色线 就是这季要公布的 这个获利的状况 这是Google的状况 你会发现 他偷偷在最近 很接近这个时间点 他的这个走势 慢慢往上翘 这就符合在法说会前 突然对美股的获利 突然又预估值往上走 这样的情况下 通常很容易忧郁 市场预期 虽然说我觉得 我本来的概念是 你明明都把你的要求拉高了 是不是导致压力高很多 但是就过往今天不是 反而是你会越拉越高 通常容易出现优于预期 因为他们可能知道 你要优于预期 如果你在法说会前下修的 反而最后明明已经下修 最后出来反而又不如预期 因为他们都有先打听了 对所以我觉得 要告诉大家 结论来讲 你可以看到Google 还有这个微软 到最后也是往上翘 高通来讲是平的 我觉得倒海也没太大疑虑 Meta的部分也是往上翘 整体架构都是正向 要告诉大家有两档 可能要稍微关注一下 AMD它的获利 一直都是往下 并没有明显的好转 这块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压力 另外Intel 是长期的趋势 都是比较负向 川普概念股 对但是目前的角度 他有受到高通的侵蚀 所以这两档的获利 大家可能要稍微关注一下 其中我觉得 在把说会前获利 大幅跳升 最最夸张的反而是在苹果 对那这个就如同我们之前 在节目跟大家提到 他的AI手机 其实市场真的期待率率蛮高的 另外挥达 最近虽然说 市场感觉好像 他也整理蛮长的时间 导致最近没有特别讯息 但是在近期 我个人觉得 因为台积电的法术 会优异期 导致他最近的获利估值 也都上修 所以整体架构 刚才提到 除了AMD Intel的部分 感觉表现也许不是那两年 其他的科技类股 几乎都是正向 我觉得这块来讲 有机会让台股 后续来讲 有机会持续的 短线的持续反弹 那我这块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在这次的这个修正当中 我觉得刚好很像上一次的 这个科技类股的法术会 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从这个五月一号 当时的隔开 在这个之前 刚好技术面的修正 当时也没有特别利空 全部就是技术面的修正 所以导致台积电 这个美超委 AMD 财报都是优裕期 但是股价在法术会过后 全面性的大跌 但是你说什么原因 我实在找不到 我当时一直去抓 五月一号也没有特别利多 隔开之后 所有奖利多的全部都开始大涨 然后导致股市就是多头 所以在目前的角度 近期也是一样的问题 开始修正 包含台积电法 所以也救不了指数 那所以短时间来讲 我个人觉得昨天的这个科技类股 已经开始指纹了 那比较重要关键点 我刚刚提到的 再来就是Google跟微软的法说 到底我们要去抓这个切点 到底切在哪里 好就可能随着后面 有些好财报的公布 对 这一波的修正又结束了 又开始往上了 简单来讲 你抓到一到两档 比较指标性的个股 他说的是利多 而且股价是上扬的 代表这一个条线结束 你已经进入到后半段 那股市来讲 自然美股能够有这样的走势 台股自然就有机会 期待 所以我觉得就这两天 其实就可以获得确认 那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刚刚提到Google微软 如果是利多而能涨 最起码后续就可以一直接连 到八月初的 这个苹果的法术会前 都是很好跌升反弹的机会 那刚刚提到 这个回答的部分来讲 在讲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AI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都会比较斥肢 重点是在台积电法术会 过后外资给的 对于AI的这个看法 其实都没有明显修正 还有微幅的上修 我认为长线来讲 都还是有超过四成的成长空间 所以我觉得AI股来讲 都不会有太大的疑虑 那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最近刚刚提到讯息 就一直在讲 这个所谓的小资族 一直讲这个所谓零股的这个交易 昨天不扣了 少买了啦 应该说买的量明显的减少 可是我个人觉得在这边买 真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疑虑 我当然不敢讲 这个你买在这里 就一定不会亏钱 就一定不会跌破 但是趋势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 就算真的比较严重 八九月就算还在震荡整理 甚至九月还在拉回 如果你有一点耐心持续扣 我觉得三个月之后 其实还是会反应基本面 还是会持续走高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还是建议投资人 尤其是这些小资族 我建议还是不要一次买满 就是尽量分散的角度下去做布局 我觉得等有点时间耐心之后 后续都会有蛮大的获利空间 鸿海的部分 我的概念就是 你现在买鸿海跟买台积电 没有太大差别 是 因为简单来讲 法人的看法都是一样 就是下半年两大这个利多 一个是苹果的AI手机 一个是辉达的GB200 这两家都是最大的龙头 所以可以概念 股价的走势也非常像 来到这个接近季线 然后也开始质问 所以我觉得买台积电 跟买鸿海 我觉得都没太大问题 广达的部分来讲 当然他也是这个 AIAGB200很重要的受惠股 但只是说对比台积电鸿海 我觉得相对比较疲弱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们两家在分时 这个所谓的AI 就是辉达GB200的部分来讲 他比他多了接近十个percent 所以这明显 他就是比吃的比较重 当然我觉得有些投资人 比较理性说 他虽然吃了多十个percent 可是他股本相对比较大 他的体积比较庞大 对对对体积比较庞大 但是但是现在市场总会觉得 没关系他就是吃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讲 他也会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股价走势 他跟台积电就是慢慢回到际线附近 指纹 他就有自己去跌破际线 所以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 这三档是包裹在一艘船上 所以如果持有广达投资人 我觉得你就继续持有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去买广达 我会建议你干脆买鸿海或台积电 好还是买形态强一点的 但等一下你要帮我们讲 有一些形态可能相对弱 可是明明当初就讲说 他们的好不是一时半刻 我自己看了一下 他们也整理了 大概有超过四个月以上 其实跟指数之前持续创高 其实他们是脱钩的 所以对比来讲 这些族群都是有一点点 相对来讲 位阶相对比较低 那只是说最近题材 就有提到GB200 最近这个水冷出包 所以这个起红双红下去救援 所以代表的他们确实是明显的 这个技术层次还是有到一定的水准 另外一个刚刚讲PCB族群 其实去年在这个挥达的部分 他本来确实他们就是受惠族群 只是市场遗忘真的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价的一个部分 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他们这些族群跟鸿海台积电差在哪里 我最早要提到鸿海台积电 是把人认同就是两个 九月他有这个所谓的苹果的AI手机 到第四季他有GB200 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人 他们主要是GB200 跟这些所谓的iPhone AI的部分 关联度相对会比较低一些些 所以他的他们的主要获利 都是集中在第四季 所以股价来讲 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整理过后再度转墙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整理的时间 已经比较久 所以这低点的部分 哪怕短线感觉有破底 我觉得这个真的在下跌的空间 真的有限 但是现在的进场的人 就变成要一点耐心 好这就是要以时间来换空间 对 因为真的就是在边 不知道磨多久 是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在理论上 我们常常跟投资人讲 股价会提早限时面一到两季 所以老实讲 我就说第四季的东西 你会觉得现在七月好像很久 常常 对其实也不会 对其实也不会 有时候等到呢 他们真的 你觉得时间快到了 再回头看 发现他们长 已经长了 长到天边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但是把握一个原则 这个族群 你就是等拉回的时候 再做布局 我再次重申 需要一点点时间耐心 好 这边非常谢谢明翰经理 谢谢